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也着实有些尴尬 这些年对于治国打仗 他得心应手 甚至能事事亲力亲为 可如今这小公主这儿 他实在不知道聊什么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熟悉起来 次日 白凤九起得老早 间院子里有许多果子成熟了 一月上了树 宫你们担心不已 公主 您小心啊 您下来吧 我们来替您摘 是啊 公主 您还是下来吧 一会儿君上看见了可不好 白凤九稳稳地坐在树上 咬了一口果子摆了白手 却点小树苗 对他来说可真是如履平地 趴在青秋的时候 那可是飞檐走壁无所不能的 你们别担心 这儿稳着呢 比地上还舒服 你们想不想一起上来摘果子 我们可不会爬树啊 那怕什么 找个梯子过来 我拉你们上来 白凤九把宫女侍卫们一顿忽悠了上去 一棵树上一个人 整个院子看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这树上也不知是什么果子 吃着格外香甜 白凤九有些顾不得形象 抱了个满环 你们大家随便吃 不要客气 这果子可甜了 宫女有些害怕 半信半疑咬了一口 真是香甜呢 公主 这果子好甜啊 我们草原没有 那怕什么 改日让王勋挖几棵树苗回去种下 加以人工照料 总能养成的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 应该不用很久吧 那太好了 好在这宫中都是白凤九自己的人 这若是被东华的人听见了 怕是马上就得把他们关起来了 正变 东华又忙了一上午 这惠儿也总算是差不多忙完了 她放下了毛笔 揉了揉额头 公主今日如何 回王的话 公主今日没有出门 一直在宫中 具体在做什么 属下不敢靠近 怕被发现 东华也有些好奇 这昨日还调皮带人出门的公主 怎么今日如此安生 过去看看 不必通报 东华一路让人不要传报 不动声色的进了白凤九的院子 这一进去才发现 一群人全都上了树 东华都惊呆了 树上的人吓了一跳 几个胆小的宫女顾不得怕摔跤 一股脑滑了下去 白凤九也给吓了一跳 君上 你怎么来了 白凤九赶紧盖上了面衫 从树叶里伸出一个头来 东华无奈的看着她 若是你想吃果子了 让人去拿便是 怎么到树上去了 君上 这里就有所不知了 任何的东西都得自己弄到手才有趣啊 若是我派人把这树聚下来 那这脱手可得的果子 吃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那你在这树上待了多久了 也就一个时程吧 下来吧 看着天色马上要下雨了 好 你退后些 免得被我打到了 东华一言后退了几步 白凤九为了隐藏实力 装作小心翼翼的样子 从树上走了下来 白凤九从怀里拿出了一个果子递给了东华 东华伸手接过 这果子味道真好 你尝尝看 白凤九开心地看着东华 东华心里有些温暖 整个宫中人人敬重他 却没人如这般亲近他半分 君上 你今日不忙吗 怎么这会儿过来了 即使忙完了 就再找些事做吧 闲着也是闲着 东华挑了挑眉 有些狐疑 不是说这是整个草原最优秀最文雅的一位公主吗 怎么还上树翻墙的 莫非草原的文雅和他这儿不是一个意思 而且听他说话的这语气 也是平平无奇 没有半句高雅的词 反而更像是普通人 究竟是这公主太平易近人 还是这其中有什么问题 晚上想吃什么 还有呢 鸡胸肉 这鸡与你有仇 白凤九也被逗笑了 他也忍不住笑了 东华也不介意 本就是逗逗他而已 既然今日公主想吃鸡 晚上就让他们做一桌拳击宴 送走白凤之后 大家又全心全力的忙起了开荒的工作 大家都很听直言的话 石言先生 你看我们这种子是不是发芽了 没错 大家的努力终于有收获了 太好了 谢谢石言先生 大家都是自家人 不必如此客气 我们去准备木材来建房子吧 直言带着大家在山里砍树 这儿虽然地势偏远 可是却也正好接了这一山傍水的环境 木材取之不尽 其能捕捉 亦能致富 只要肯做 再难的事也能做成 城中 白家 白真在家里百无聊聊的画画 一旁家宾们都站在两排等候差前 画了许久 白真把毛笔一甩 一副绝好单亲就这么回了 公子 你这是做什么啊 画了这么久的话 真是可惜了 这些算什么 你喜欢的话书房里多的是 自己去拿 公子 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连你都看出来了 当然了 我可是从小跟公子你一起长大的 你开心不开心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白真郁闷地坐在了凳子上 抓起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又放下了 爹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出门 我都在家待了半个月了 无趣死了 这回老爷怕是不会让出去了 我可听说老爷这次去见了个世交老爷 那老爷家里有位小姐 与你年龄相仿 两位老爷商量着让你们定个亲 亲上家亲呢 开什么玩笑 什么年代了 我爹还想着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包办婚姻这种事吗 公子你小声一点 被老爷听见了可不得了 我不管 你赶紧想办法把我弄出去 我有要紧的事 好好好 我马上想办法 公子你别急 智悦拽着月华的手撒娇 月华被他弄得没法安心看书 智悦 这件事我真的帮不了你 表哥 这天上地下谁不知道你无所不能 你帮帮我吧 我想去看看白真 你帮我加点故事吗 让我认识他 让我陪他历劫好不好 他们历劫是天军法的 你若是挤了过去被天军发现了 如何交代 我就是想去吗 一百年那么久 白真这才去了多久 还要好久才能回来 我想见他吗 夜华无奈地摇了摇头 与其说他对于智悦没有办法 倒不如说他看见智悦想起了过去的自己 因此也不忍心让他失望 你要想清楚 此去不是去玩 若是被天军发现了 怕是我和母亲一起为你求情也无济于事 智悦赶紧松开了夜华的手 认真的看着他 我知道 表哥你放心吧 我真的已经长大了 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无论将来结果如何 我都想要陪白真走一段 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即便是他将来历劫归来不记得了 这段回忆对于我来说也有意义 我算出白真在人界还有一段姻缘 他在人界也还是叫白真 与直言上神相貌都没有改变 只是他们都没有添足记忆了 你若是一定要去 我便让你与他施加伯父女儿的身份出现 你也不必麻烦了 还叫智悦 拍好了 谢谢表哥 我听你的 叫什么都行 只要能让我见到白真 夜华无奈地叹了口气 智悦满心欢喜 周慧而阿里也下课回来了 父君 姑姑 小阿里回来了 快过来让姑姑抱抱 阿里乖巧地走了过去 炙热开心地拥抱了他一下 我们家阿里又长高了一点 姑姑何时来的 来了很久了 不过你去学习了 所以没有告诉你 阿里 进去看书 父君还有话与姑姑说 好了 今天就想写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跟我一样的看法 因为我们下期见 没有老实说 你带走 对いく